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那個前面12個空白 然後再加一顆心 所以理論上你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那個剛剛的程式來改就可以 改哪些地方 其實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空白前面12個 一直到0個空白 12到0 12到0那我怎麼產生 然後12個 所以呢 後面的話就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心號前面 所以我程式可以怎麼寫 在那個這個的上面這一行 就是輸出心號的上面再加一行 加一行什麼呢 我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我要printer空白 空白的話就是一個雙領號 裡面加一個空白就可以了 然後呢要幾次 乘上 那基本上這12到0 12到0 那是不是說 那我們這邊當然有幾種做法 12到0 那另一種寫法是什麼 我們再加一個什麼4j嗎 或者另外再產生一個變數嗎 可是好像如果再產生一個變數 再跑一個回圈的話 那當然呢就更複雜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它跟什麼 它跟那個i的值 加起來剛好是13 加起來剛好是13 12個空白對到一顆心 加起來一定是13 11個空白對到兩顆心 也是13 所以其實全部total就是13 那你可以怎麼用一個簡單的邏輯 什麼用13去減 13減掉多少 減掉i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當i如果等於1的話 那它就會是12個空白 反正加起來total一定是13嘛 OK 這樣的話就不用額外再產生一個變數了 所以特別是說 城市有時候你要思考 就是如果那個地方會變 但是是不是需要多增加一個回圈 如果4就加 如果不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運算 可以解決那用一個運算就好 OK 當然用運算比較簡單 13去減 減完就剛剛OK 那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一樣會產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那個換 它這個變成12顆心 然後幫你換行了 所以它沒有串在後面怎麼辦呢 所以你勢必要把那個 這個printer的換行拿掉 那怎麼辦 逗點 打一個end 等於空的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後面這個enter不要了 幫我把這個東西放到後面就好了 執行 這樣的話呢有沒有 12個空白 一直到0個空白 就大功告成 用13去減 所以這個另外一個關鍵 它有沒有更簡單的 好像想過 如果還有更簡單的再告訴我一下 OK 反正可以想 不只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另外有一個證照考試題 另外一個證照考試題它怎麼考 它除了這樣之外 它希望你在做什麼 另外一邊 變成什麼 一個等腰三角形 也就是說呢 最後做出來那個等腰的話 這邊是1到13對不對 它實際上就是 這邊是12 一顆心 這邊是12顆 所以加起來25顆 1到25顆 的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最後怎麼變 這個變化題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個也是一道證照考試 很喜歡考的題目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就是旁邊再多一個直角三角形 只是說在下面 就是就是中間 固定中間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兩邊等腰這樣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要把它顛倒 顛倒的話就是說 反向過來 先13 再到一顆心 前面一樣是這個空白 那如果顛倒的話怎麼做 其實如果顛倒的話 一樣嘛 就是前面先改這個地方 13 到0 對不對 逗點 減1 越來越少 對不對 其實我印象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底下要不要改 我印象中底下不用改 直接直行看一下 有沒有就顛倒過來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顛倒過來的話 底下空白的部分 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的話可以想想看 那個什麼 我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 如果要把它改成直角 三角形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直角三角形前面 再加上空白 最後的話就是 在旁邊變出 一個 等腰三角 現在是直角三角 對不對 變成 直角三 變等腰三角形 該怎麼做 如果今天我希望做出類似像這樣 等腰三角形 OK 就是 基本上的話呢 也是1到13 OK 但是另外一邊的多出12顆星 那就是在哪邊 在另外一邊 OK 所以這個當然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其實方法還蠻多 然後我的想法是這樣 它一定是什麼 剛開始一定有一顆星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顆星都在中間 而且固定都有 另外的話 兩邊 固定就是 第一次是一顆 左右各一顆 左右各一顆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是兩顆星 左右各兩顆星 所以我的思考方向是 中間那一顆一定固定存在 左右兩邊呢 就是變成剛好第一次是一顆 但是要乘以二 左右兩顆剛好乘以 就是一、二 剛好是什麼 一樣 一、二、三一直到14 這邊 一樣到 下面的話呢 中間部分是一、一固定 那左右這12 12 所以加起來剛好是 25 反正這個方法 反正你只要符合這個 它要的這個規則 那結果就做出來了 所以我怎麼做的 其實大家第一個 我如果恢復原來的狀態 然後我要加 我要怎麼改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這個只是我想出來的一個方式 並不完全是絕對的標準 你也可以 你也許可以用你自己的公式 你也可以 反正輸出結果是正確的就OK了 那比如說我 假設我把它改回來 我剛開始想的方法是 一 它一定有中間這一顆 所以如果一定有的話 那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用一 一加上什麼 反正一一定有 一定記得要刮弧 因為乘的話一定是刮弧計算完的結果 然後呢 可是 i 的部分的話變成說 它第一次有沒有 第一次它沒有左右 所以它是0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變 第一次變0的話 它第一次是1嘛 所以必須怎麼樣 我先必須怎麼樣 先把i 的值先 第一次先減掉1 讓它變成0 然後呢 之後做什麼呢 之後先減掉 之後再乘以2 為什麼乘以2呢 因為第一次 我不要兩邊 但第二次的話呢 我要兩 我就要兩邊各一個 這邊一個 這邊也要一個 有沒有 所以 當它是 1的時候減完就沒 0乘以2 當然就0 就沒有 OK 一定有中間那一顆 再來的話呢 就是 如果當 這個i 的值 為2的時候 那2-1 乘2 不是剛好2 就左右兩顆 然後剛好再來就是 3-1就2 剛好就兩顆 左右個就變4了嘛 然後一直在一推 這樣的話 我試了一下 發現 就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等腰三角形 就產生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這個邏輯啦 只是說 當然應該不是唯一的答案 只要能夠符合 這樣的結果 那 就可以做出 這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我的思考方向 反正 以後我就記得 反正先觀察 中間這一顆星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我一定會有1 有沒有 1加 然後呢 當他第一次左右沒有星 所以把它歸0 歸0的話就是 I怎麼樣 減掉1 就不用乘上2 他就不會有兩邊嘛 0乘上2還是0 所以左右沒有星 第一次左右沒有星喔 那第二次的話呢 就左右各一顆星 再來左右各兩顆星 各三顆星 一時類推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的話 隨便甚至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上葉旦數 上面是尖的 下面是比較 是 沒有那麼尖 可以慢慢再改 或者甚至 你可以用這個畫一個101吧 是 如果你時間多的話 OK 不過主要啦 就是說練習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把某一個效果做出來 你要思考說 你要怎麼樣用 對應的公式 你要可以很快把那個公式想出來 那因為一般工作裡面喔 其實就類似像這樣 我們還是要馬上能夠見招拆招 否則的話 你那個問題永遠有無解啊 你一定要抽絲波 把那個 他有沒有固定的規則 去把它理清理出來 所以像很多同學喔 遇到問題喔 常常的 那敘述啦 我一聽就知道他沒有條理 沒有條理的話 說真的 你怎麼可能把對應的程式寫 第一個 你要先把 你要的那個條理先理出來 把它越來越接近程式的語法 所以喔 有學過程式的人 跟沒學過程式的人 講出來的 那個 話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有沒有 像有些人喔 他完全沒有接觸過這些東西 他不知道說 原來程式要怎麼寫 所以喔 會變成說 我一直可能要打斷他 我一定 你 我乾脆我問你什麼 你回答什麼好了 不然他有時候 東扯一點 西扯一點 然後呢 完完全全就是沒有章法的 我說你這個東西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系統 因為我完全沒系統 啊 所以我後 我後來乾脆說 我乾脆直接問你什麼 你回答我什麼 然後我就把他的問題 收集之後 再把他變成一個程式 問他這是不是你要 對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但是他還是覺得 有些地方可能還不是符合他要的邏輯 不過說 有些東西你不要硬是用你以前的觀念 套到電腦 然後因為電腦很多東西 跟你以前的使用觀念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怎麼辦 你還是要做一點調整 甚至我還建議是嗎 你要不要學一點課 我剛才你學完之後你就知道 有些東西你以前的觀念 可能要稍微做調整 否則很多東西是做不出來的 OK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把這個 等腰三咬型也給輸出 那這一題剛好是證照考試題的410 所以如果 各位有對那個證照考試 想要先多了解的話 其實在我那個雲端 白板上 雲端上面 也有放一個資料夾 加過Python3的證照考試 那這邊的話就有1到9類 其中的第4類裡面的第410題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這個410 410題 會是等腰三角形 他就考你這個 如果你抽到這一題 那你就要把等腰三角形寫出來 好 那打 參考解答的話 就在那個 我們也是雲端裡面有的 解答程式 1到5類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回去可以稍微 試試看 因為證照考試題後面 我們也會 我們也會 把這些題目 稍微跟各位帶一下 然後當成也許 各位的範例題 或練習題 然後 其實這些概念 都就是跟我們 前面上課講的 觀念是一致的 所以回去的話 有時間 可以稍微 把那個 放在雲端上面 這相關資料 稍微看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是不是上到 4點半了 先上到4點半了 Ok